身为一名国王 我们只需要在对方提问题的时候 给出是或者否的答案 根据回答就能获得大量资源 诶 那我究竟能不能把我的金币 端得比我的王位还高 让国家富强呢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人 这人是个铁匠 想在这里开店需要我的许可 那没问题啊 我们选市 给了我们三个人口 还增加了两点幸福度 血赚 我来 诶 我去啊 突然冒出个吸血鬼 他问我今天感觉毛骨悚然吗 诶 这我到底该选市还是否啊 诶 不管了 直接选否 身为国王怎么能害怕吸血鬼呢 诶 可以啊 这次无事发生 诶 这时候王室顾问又来了 跟我说街上有个臭哄哄的小孩 要不要强迫洗澡 诶 那洗一下好了 诶 什么玩意儿 给他洗澡还不乐意啦 感觉这个人特别愚夫 诶 这从哪儿钻出来一个耗子呀 不过看起来这小东西还挺可爱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不要干走他好了 诶 哎呀 幸福度增加了一点 第一天我们这个数值增长的还可以啊 来 第二天来了一个巫师 但我对魔法也没有兴趣 诶 兄弟们 你们说我该选的有兴趣还是没兴趣啊 绝对应该选有兴趣的扣一 绝对应该选没兴趣的扣二 诶 那我可是相当有兴趣啊 来 选同一 诶 不是啊 什么意思啊 扣了我这么多东西啊 流氓 崇尾 无耻百类 好家伙 刚走了个糟老头 真又来了个大眼珠子 诶 那让我问问他 他到底想要什么啊 我去啊 给了我一百斤币 想不到你还是个大慈善家呀 流皮兄弟 诶 不是啊 我这日里万鸡 居然还真的有鸡啊 诶 那我们把他抓住 看一看会发生什么事啊 滚失了一个人口 好家伙 抓个鸡还能死个人呗 我又来了 这时候心血鬼又来了 问我要不要一个下人的绰号 诶 我觉得还是不要了啊 感觉会把我的居民吓跑啊 真的太适了 这时候又来了一滩臭臭泥 说雇佣他就可以得到真相 诶 这我就有兴趣了啊 咱们雇佣他一下 扣出十块钱 然后派他出去调查 这第二天啊 我们损失了不少人口啊 诶 但是钱增加了不少 还不错啊 第三天来了一个小恶魔 想让我拿人口跟他换金币 好家伙 我是为国王 那可是有底线的好吧 怎么可能拿人命换钱呢 咱们继续啊 这次管家想要去请假 诶 应准了 增加一下信息度度 诶 咱们的臭臭泥回来了 告诉我外星人混进了我的城里 诶 那这肯定不安全啊 诶 但是完全阻止不了 那你这还费什么话呀 你是不是有病呀 我来 我去啊 来了一句骷髅 他问我是不是受过灵血 诶 什么意思啊 跑这儿跟我来家愣笑话了是吧 诶 咱们的王室顾问又来了 好家伙 一上来就是问我要钱的是吧 不过可以给咱们增加一些人口啊 所以说这边也是同意啊 第三天这个数据 感觉还是有点危险啊 让我看 第四天能不能来点好人 我想要些钱 滚住院 这次又来了一个建筑工人啊 想问我要钱建古仓 诶 可以啊 答应你了 我他妈来了 我你妈怎么又跑来个宝箱怪呀 想用钱换几个人来吃 诶 吃 随便吃啊 我们人还有不少 我 又给了我一百金币 我又来了 诶 又是你这个脏老头子 又问我有没有兴趣啊 兄弟们 你们说我这次到底该选啥呢 诶 不管了 放手一搏 有兴趣啊 诶 这次哥给了我两百金币 到晚上了 这次居然溜进来一个刺客 想从我手里拿钱 门都没有 第四天啊 咱们钱是涨了不少啊 但是人口越来越低了呀 第五天这一上来 给我出来个小幽灵 好像有点瞧不起我这个城堡啊 然后又来了一个军队的将领 早出记成真想要结盟 诶 可以啊 姐 我们现在正缺人呐 来了 老爹 好家伙 哪来的小丑 居然来问我要钱 这绝对不可能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好家伙 粮仓要没了 没事啊 粮食坏了 那不也能凑合着吃吗 但是钱花没了 可就真的没了呀 老牛 我真的服了 来了 老爹 大晚上来了一位性感女窝 让我给她钱除掉哥布林 我最讨厌哥布林了 直接把他们除掉 到了第六天 这个小蜥蜴鬼又来了 还想要给我表演魔法 行了 来 直接展示 我去啊 又给我这么多钱 可以啊 大爷 欢迎你下次光临 我他妈来了 想要我劫附记 你吗 好家伙 不看你后边那一句 差点上当 给我滚出去啊 哎 兄弟们 大晚上这心血鬼又来了 那咱们继续欣赏啊 来吧 我的金币 不是啊 这层怎么是血亏啊 后面的日子呢 我继续日理万劫 国家也依此变得逐渐富强 终于在这一天 迎来了我国王盛亚中光辉的一刻 还不是啊 我钱都还没赚够呢 这怎么人全没了呀 雪花飘楼飘